4月份的市場承接3月下旬的聲勢 持續咬著高台 而且恒指更加在4月4日當日 創了反彈市的高位到22,523點 不過技術上因為成交金額不足夠 動力不配合 結果市場又再進一步反覆 我們先看看4月份的市場在上旬的格局是怎樣 說真的,直到現在的客戶來說 技術上都是先低後高的形態 因為指數暫時是由1號的低位21,558點 升到4號的高位22,523點 第一,一個月的高低位不應該同時出現在兩個交易天之內 加上965點的波幅 也不可能滿足到整個月的要求 即是說,去到4月的中旬 應該有更大的波幅點 簡單說,指數如果不能上破22,523點 時必一定有機會 輕輕試穿21,558點 這是在月份的波幅做分析 再看看移動線方面的走勢 說真的,指數是經過上星期四、五兩天的反覆之後 是輕輕反覆在10天線下面 沒有跌到,但始終走在10天線下面 感覺上真的不太好 因為大家要明白 指數如果說走在10天線下面 意味著,只剩下一組移動線 還在下面是20天線 很簡單 指數跌穿10天線 不是代表市會大跌 只是代表一個 技術上 一個短期反彈的勢頭 已經初步受到規限 難怪的 因為成交金不足夠 如果10天線仍然反覆失手 如果外圍有些不明的因素 或者有些微淡的事情突然湧現 不爬著市況 最一輪的反覆 是會跌穿20天線 一旦20天線失手 代表恆生指數 又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技術上形態上屬於反覆肉蝕底的格局 那一分鐘的底度到底在哪裏 放心 不會是18,235點 但大家不要忘記 3月17日當日股市是裂口高開 最終都高收 同時就慰留了一個 很大型的上升裂口 這個上升裂口是介乎20,120點 到20,786點 有666點的上升裂口 放在2萬點上方 其實情況一點都不理想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當然你說大成交 一路向上行 這個所謂的上升裂口 就是留待歷史來解決 但問題就是 過去這兩個星期 大家看到市的成交加碼量低嗎? 是完全沒有的 曾經見過一天的成交加碼 只剩下千億 意味著在這樣的環境 這樣的動力之下 我不敢抱太大的上網衝擊 就算市稍為咬腰上一上 都只是有波幅 沒有勝負 有反彈 不過沒有大升 等同的是 3月28日的市 暫時的10分钟 是由21,202點 升到4月4日的高位 22,523點 沒錯 是升到1,321點 但問題就是 高台沒有成交 沒有動力 就算市稍微有一點突破 你就是沒有法子進一步 向上升 50天平均線 這個市沒有動力之下 市必一定是 升勢受規限 剩下4月下旬的時間 要看甚麼呢 就要看 到底 主要成分股的走勢 到底是怎樣 好了 講到大市的主要成分股 大家應該分開新經濟 和經濟來說 先講新經濟 騰訊 老實說反彈了很多 297升到403 阿里巴巴由71元 升到119 美團也不簡單 由1803升到160-1807 如果說反彈的幅度 已經可以滿足到 一個技術回升的所需 問題就是 現在這分鐘 加上美國也開始 進入一個加息的週期 而且儲局可能會提前縮表 變成一眾新經濟股 一定會受到多少打擊 最低限度你不能跌 但你不會升得太多 況且說真的 中概股仍然是封硬所在 唯一要說的就是 不理騰訊 美團 阿里巴巴 BillyBilly 京東 快手 可能最壞的 那一刻已經過了 但是 是不是供應重組一個 刺激的聲勢 我真的有點疑問 好了 既然是外圍局勢不明 我的戰事也延續 美國聯儲局又開始加息 提前縮表等等 這些環境氣候之下 作為投資者 我們應該怎樣看法呢 新經濟可以細節去炒 不是說不行 但重倉我覺得真的不是那麼適宜 反而 一些高息的股份 大家不妨關注一下 這些屬於一個中線的部署 包括友邦 包括匯控 包括中移動 或者中行 公行 建行 這些全部都是高息的成分股 當然 港交所和併保都相對比較硬正 換句話 如果你抱著一個投機的生態 去買新經濟股 細細住當然問題不大 但作為投資者 我們希望一個月資金放下去 穩穩陣陣收到息之外 又不想沒有太大的反復風險 每個都是這樣想的 那我就要選一些高息相伐的股份 當然不知 匯控、中移動、中行、公行、建行 是會跑得比較慢的 但你們明白 舊經濟股的步伐 不能跟新經濟股相提並論 唯一要說的就是 中移動有7厘多的股息 聯通也有6厘多的股息 中公建全部都6、7厘的股息 作為一個投資者 反正錢放在銀行業模式 我又想去做一個投資 我當然選一些穩穩陣陣的股份 最重要有個 好一點的股息收 還有他們的業務 不太受到外圍的經濟因素所影響 這一點很重要 例如歐美經濟 持續不明 通脹持續升溫 有些業務是會受到衝擊的 但你看看內地的電訊業 他們根本上有防守性很強 還有好像中移動說了很多次 每年金流超為1,100億 其實有7億多的股息 為甚麼不可以做部署 股價走得比較慢 但錢派銀行不動 一樣是沒有戶息收 既然是這樣 為甚麼不做少少部署 聯通也不差 不過股價走得慢 6倍的市盈率 6厘多的股息 逐少少 投資擺在這裏 問題不大 中行、公行、建行 長年都是走得比較慢 就算 早前市炒得比較 刺激的時間 他們都是不動的 但在現在這個環境 我不會要求市會 出現一個刺激的嘲諷 不買就是一件事 要買的 我當然買一些 稍稍稍稍稍不受到 外圍的 氣氛或者事情所影響 所以 內地的電訊股和銀行股 始終是優先的選擇 至於資源股是怎樣 老實說 三桶有 中石化息很高 三毛一支人民幣 如果買些放在這裏 我覺得問題不大 但大家知道 應該還是放在883 883這次就沒有 目期息派 因為 要安排了A股的部署 然後再以特別股息 派送回目期息給大家 還有 上市20周年 可能會加派特別股息 不知道有沒有回購計劃 所以 股價由10.051升到11.2 被範圍 三公斗有當中 最帥的就是883 中可洋石頭 未來的大使 可能會比較淡靜一點 大家的股主方面 都是略為保守和深深 記得 請問一下 如果要來的 請問一下 了解 你 有請問這次 有請問 咱們 請問一下 可派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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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